我实在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最大的 我刚刚搬完这个会场 我整个感受 我就是会场给大家说 我何德何能 能够让我们毛巾叶的 这么多的好朋友 这么多的革命伙伴 能够聚集在我们的后悔厨 然后给我这样的一个茶会 我一直在想 我何德何能 不管怎么样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我这一生真的没有这么的感动过 我这一生没有这么的感动过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盛情 我一直在今天中午到了这个 胡韦到了云林 我一直在回忆回想 当年我在立法院的时候 跟大家一起奋斗的那个过程 每到一个工厂 然后也到胡韦处 一个接一个在胡韦的大街小巷 那个国龙兄的车子 载着我这样跑 那一种那种当年的那个情境 又回来 那是这么的一个深刻 这么的一个让我动容 我一直在想当年的故事 然后那个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 每一个人的生命 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故事 当年我们的这个艰辛 当年有大家团结一致 然后加上大家来找我 让我有这个机会 能够为我们云林毛巾产业 一起来打拼 一起来奋斗 其实真正应该要感恩的 真正应该要谢谢你们的是我 不是你们 真的 因为 因为有各位 我的生命才会这么的丰富 而且 因为有那一段的奋斗的历程 也淬炼了我的这个 我的运动能量 以及我坚定的意志 以及让我深深的学到 为什么 人在宫门好修行的这句话的意义 也就是说 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上 只要是公职 你就一定要跟人民 真正的站在一起 你的心要跟他们真正的在一起 你要去聆听 你要去了解 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所有的问题 只要你用心 你去面对它 你去用方法 就能解决 今天我这样在回忆的 这个过程当中 同时 我白天 也在胡偉厨 也碰到我们毛巾业的好朋友 还有一家一家看的时候 我真的看到 工厂 机器 新的机器 一步一步的买 那些 那个新的机器 我不知道那个机器 叫什么名字 我看到那个英文叫做 SILVER 据说已经 最近这几年 已经将近一百步了 是不是 将近一百步了 这个跟我回忆起 2005年的时候 那种 几乎是凋敝 几乎就是这个产业 已经快被灭绝了 那个是 完全是 完全是一个不同的 完全完全不同的情景 我又听到说 我们的第二代 已经开始继承一波 这个就表示说 这个产业是有未来的 这个产业 是一直在发展的 我看到一家一家 都欣欣向荣 我看到 我刚刚也听到说 我们第二代 也有两个硕士 已经加入了这个行业 各位朋友 真的 我觉得 我真的是一个 好有福气的人 我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 对我来讲 对我生命的意义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因为 等于是 这个等于是在告诉我说 我们过去所做的事 所投入的工作 是正确的 他印证了 只要是正确的政策 只要是有胆士 敢于去面对问题 去挑战权威 去改变那个政策 只要是好的政策 正确的政策 一个基层的地方的产业 就有机会 存活 就有机会 心心向荣 就有机会发展 我真的是觉得 最大的荣耀 最大的骄傲 我真的为你们 我感到好骄傲 好骄傲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我的感情 跟我的感觉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 我真的是何德何能 今天可以让大家 聚在这里 只不过是因为 我离开了陆委会 四年又五个月的 卸任了 然后转进到 WTO 去当常任代表 当大使 就让大家对我 能够用这样的一个 温情 用这样的一个自然 这么一个热情 情仪这么深厚的方式 来让我感受到 对于台湾的这种感情 我要跟各位说 我其实是非常不想离开台湾 因为我真的 我的生命跟我的心 完全根植在台湾 我也没有想到说 我竟然四年又五个月的 入委会的工作 之后我会到WTO去 这个WTO跟你们毛巾叶 又息息相关 当年 2005年 我们在弄的是 进口就地 WTO2005年 我协助我们当时的政府 整个国安团队 协助这个政府 变成是WTO的平等 又完整的会员 我怎么会想到说 五年后 我会是立法委员 然后怎么会想到说 你们会来找我 怎么会想到说 我一接到你们的case 眼睛一亮 太棒了 这个就是 我可以用WTO的进口就技 来协助大家 然后 用尽各种策略 最后逼到政府 要用进口 这个除了 这个进口就技以外 要用这个反倾销措施 来协助大家 这个都是WTO 相关的规范 只是当时的政府 不愿意做 所以 只要是正确的 这个政策 真的 就可以让大家 你看看有多少家庭 真的 我今天听到这么多的故事 太动容 太动容了 那 我总会想到说 我十年后 就是2001年 协助台湾 变成是一个平等的会员 平等完整的会员 2005年到06年 我们可以用WTO的措施 来协助我们的毛巾业者 然后 2012年的12月15号 我要到日内瓦 去接这个位置 我真的 没有人能想到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个都是太突然 太意外的 但是 似乎 冥冥当中 那一个 天公辈啊 或者是上仓 就是在告诉我说 我们云林毛巾业就是我的生命 因为它整个贯穿的主轴就是跟WTO的规范有关 就是如何利用WTO的相关的措施来协助我们的 Local地方的传统产业让他们能够振兴 只要正确的政策 所以似乎上仓 特别的眷顾我 特别对我好 让我 12年当中 在每一个阶段 我都是 可以跟我们云林的毛巾业 有这样的一个 紧密的连结关系 所以我觉得是上天眷顾我 让我有 在云林有这么这么好的朋友 我实在觉得我本来已经有够依依不舍 不想离开台湾 现在更是我都不知道 我12月15号怎么踏去台湾到日内瓦去 所以我要跟各位好朋友讲说 你们可以不可以来看我 也就是说 你们假如未来 有机会去欧洲主团去旅行的时候 不要忘了 就是再搭一个小时的飞机 就是转到日内瓦 那到那边来看我 因为我即将会非常寂寞 因为我会想念你们 我真的是太想念 我还没有离开台湾 我就已经开始思乡 没有离开台湾 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们 然后 所以假如我跟大家这么好 假如你们没有来看我 我会记恨 所以真的 特别是假如我知道 你们在欧洲 然后离日内瓦那么近 因为最近我看到大家的生意 真的是这几年是有向上一直在发展 所以说不定有机会 你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一两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 可以暂时的脱产一下 到这个欧洲去走一走 然后千万不要忘了 我在日内瓦等你们好不好 过去四年多 在两岸的这一块领域 大家在云林 我知道你们从电视 从报纸 从各方面 你们都非常关心我 你们都会主动去看到我的 跟我有关的消息 你们会为我担心 但是我知道 我有你们最忠诚的 以及最深厚的信任 你们知道 我知道 你们其实很知道我的风格 你们很知道 不管在哪一个位置上 其实就是站在台湾的立场 站在台湾主体的立场 站在为台湾弱势产业把关的立场 我们真的是可以做很多事 你们信任我 所以我在过去四年半的过程当中 即使是在台湾最困难的一个政策 就是两岸政策 是因为蓝绿的对立 是因为台湾社会有许多 比较不是太理性的地方 所以会让这一个最为敏感的议题 会变成是大家公职的一个目标 但是的确过去四年半来 我们是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成果 特别我还要再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在ECFA的谈判 两年半前的过程当中 透过我们的坚持 我要求一定要让我们的传产 特别是毛巾 请具 鞋业等等 能够列入到传产 那是基项必须要保护的 也就是说在关税方面 要继续的把关 那各位毛巾业者 也得到现在政府的重视 第二次的五年反倾销 在去年 我们的努力底下 也让它通过 那我相信在五年后 我们的毛巾业者 一定那个风景 整个你们的发展 一定比现在 一定进展很多 所以我是对你们真的很有信心 我们 我跟各位讲 我真的是那种 对台湾的这种感情 我其实我没有想到说 我这一辈子要离开台湾这么困难 早年我离开台湾 到欧洲去求学或者去做事 一如反掌 说走就走 过去这十几年来 我到国外 经常到国外去 说走就走 可是这一次我真的是举步维艰 真的我觉得这十几年来 这种根植在台湾 这种感情在台湾 要我离开台湾 离开大家 这个是我感情之所投入 这个是我的生命 我最大的热爱 突然之间要到日内瓦去 WTO 虽然那个也是可以为台湾来奋斗 为我们的传产 来奋斗 但是真的我举步维艰 那我今天特别体会到 为什么那个举步维艰的感觉 是因为我看到大家 我从来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掉过泪 在公众场合 从来没有 我只有看电影的时候 感动的时候会掉泪 但是我刚刚几乎是有一点 已经是 就是菜 已经是真的 让我来讲 这个是对我来讲 很特别很特殊的一种情感 所以更让我体会到 为什么我举步维艰 因为 因为 我实在是 不知道 真的怎么会 今天有这么棒的 这样的一个茶会 你们说感恩茶会 我再讲一遍 我该感恩的是我 真的 我有你们的友谊 我有你们的 因为你们努力在毛巾叶 的这种 你们对毛巾叶 对这个产业的努力 才印证了 我的这个 这个政策路线 是可行的 是正确的 那也更加强了 更锻炼了我的意志力 更锻炼了我的各种 各方面的能力 所以今天 感恩是 我来向大家 来真正感恩 谢谢我知道 阿姨 达摩 有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 丽萍 国龙 各种各个好朋友 在县长 促成了这样的一个茶会 是不是我可以在这里说 不是对我的感恩 是对大家的感恩 因为有我们共同在一起 我们的心灵 在一起 我们对台湾更有信心 我们知道 毛巾叶绝对 是可以在台湾 立足可以让大家 来敬佩 配服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们感恩 我们大家 能够相聚 感恩 感恩我们有这么好的友谊 好不好 感恩 这种感情是这么的真诚 这么的真实 好不好 让我用一举功来 谢谢大家 你们让我的生命 更丰富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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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